去年在首屆的海峽兩岸棒球聯賽總決賽 奪下大學甲族冠軍的北方工業 今年試圖完成二連霸 學校在2014年為了發展棒球 找來前中職兄弟相對總教練江仲豪加盟 同時間一舉招收八名台灣棒球高中生 而江仲豪教練期望蹊進的台灣生 除了在棒球場上發揮之外 更能出國就讀發展 在場內外學習寶貴的經驗 對 他們讀日文系 因為其實你們也 大家都知道在台灣打棒球的人 基本上文化課是不好的 就是一天到晚你就打球 因為他們沒有後顧之又沒有壓力 他們要讀大學太簡單了 所以他們不讀書也沒關係 但是來到這裡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然後日文是重新開始 他們至少可以學到一技之長 這些學習 然後棒球也可以打 然後來到這裡又可以認識到朋友 所以我覺得他們選擇到大陸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發展 八名台灣球員來到北京四年 全部都主修日文系 除了場上提升童俠的棒球實力之外 異鄉球學的過程更是難能可貴 私下與中國學生的感情 更是沒有界限 我是抱著一個好奇心來的 對想說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 比如台灣然後到別的地方去看看 我應該是說有一個勇氣吧 然後就來到這裡 然後發現來了以後 發現就是跟我想像中的還蠻大的差別 然後也蠻喜歡這裡 既然都來到同一個學校嘛 就是相互都比較融洽 而且訓練氛圍非常好 然後所以慢慢慢慢的 就是生活會非常非常非常融洽 然後包括他們新大一這個台灣生 來到我們學校以後 也是跟我們住在同一個樓 這樣的話更能促進 就是說這個兩岸的一個交流嘛 第一批西進的球員 將在明年春天畢業 北方工業大學因此延續特案招收 台灣使命大醫生加入 並且給予他們選擇自己想要學習的科系 在場上拼勁的同時 更能把握未來學業的發展 未來體育新聞林佳信 梁維毅 深圳採訪報導